今天來這裡就是 舉行我的19歲生日會 也很開心大家會到場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之後也都希望 在新的一歲 自己可以繼續加油 也都希望大家 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夢想成真 生日正日是Ben Hur 度過 希望那一天 都可以有一個好的狀態 但是慢慢迎接演唱會 因為前排病了 到現在的聲音還未好 所以我希望吸引力法則 之後可以 那一天 將狀態好到演唱會 結束之後 對 生日快樂 謝謝 今天要練習生日快樂 今天要練習生日快樂 祝你們生日快樂 拜高獎大 進步 演唱會成功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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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是一個 金的樹 你計一下你幾時可以 找到十層樓 計完 1 2 3 1 2 2 2 3 好 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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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1 2 1 這一個是這麼多生日驚喜之中我沒有預料到的 Yeah 爸爸這個字是誰寫的 對不起,我寫得很噁心 OK,多謝大家 很開心可以寫的 是否要許願? 是呀 是要的 OK OK Yeah Yeah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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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身不想扮公主 因為我的第一個選擇不是公主 但我也沒有最想做什麼 但我本身在網上究竟要裝扮什麼 因為我完全沒有頭緒 因為今次生日會的主題是動物的一個派對 所以很多粉絲朋友也有這個動物 有大笨象、有烏龜、有貓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 之後再想想 我其實前幾年都有扮過公主 因為玩遊戲 所以會不會新的一年 新的一歲 都可以扮同樣的公主 而且這個公主又跟動物很朋友 所以最後就扮了這個公主 其實是會有舒緩壓力的一個作用 因為我以前可能非常大壓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把所有的事情提早了緊張 或者去在意它 所以我現在學會了 我不是不在意那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性格 所以今天就做今天的事情 明天才來緊張 然後明天做明天的事情 後天再來緊張 但是我會把事情 盡量去準備好 我就知道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之後才再緊張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是可以 陪伴我一個很好的時光 我怎樣想過自己的生日 其實我覺得簡簡單單就已經OK 就是希望可以吃一些好吃的食物 然後跟我的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過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足夠 因為我也不想搞到很隆重的感覺 我覺得簡簡單單就能過 然後表達到那一份 對媽媽的感謝 其實剛剛伸手在箱裡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但是到我玩完之後 然後我中場進來休息室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是不可以 帶一些生的東西進來 所以我玩完之後 我都覺得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都不知道 他到最後那一刻 會是擺生的東西 還是假的東西 但是當我一伸手進去 我就已經知道這個是假的 3 2 1 我其實小時候看電視節目 都會有這些玩法 所以我都很想嘗試一下 想不到在19歲的今天 可以嘗試到這個遊戲 我可能都偏大膽 但是我又不知道 到現實之中我是不是有大膽 我那個大膽的 測量標準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量度 但是我的家人都說我是偏大膽 我覺得盲盒是一個挺有驚喜的一個環節 但是我覺得最暖心的環節 都是大家一起表演 和為我慶祝的那一幕 因為其實今天的天氣 說是冷不冷 其實是不冷的 反而是熱和有點焦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為了這個生日 他們想要Cost的動物 和為了今天而去準備的表演環節 我覺得是非常暖心 而且真的感覺到他們的用心 無論時間長還是短 他們都準備了這個環節 之後就好像我在下面看著他們的表演 所以非常暖心 今天的角色好像調轉了 平時是我上台表演給大家看 今天就是大家上台表演給我看 所以我覺得都非常神奇 首先很想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大家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粉絲 或者每一個歌迷 或者每一個G.5粉 或者小粉絲 都是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都不認識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見證著我的成長 也都希望自己盡力地 不要顧視大家 也都希望自己不會顧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加油 雖然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自己是未到難度做不到 或者是暫時未做到 但是我希望到某一天 大家可以見證到這個人的成長 然後可以抓到那些東西 然後也都可以做到那些東西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會繼續去陪著我 繼續去為我加油 繼續做我們最堅實的奧運 希望大家 我都會盡力加油 希望你們繼續加油 一人難信八人 一人難信八人 而八人都難信一人信 所以我都會盡力地去做 盡力地去做 然後有些可能大家 也都希望大家會給我更多意見 然後我如果看到的話 我一定會看 然後也都很感謝大家寫給我的信 我都會收紋 然後看完也都會收藏給你們 那所以 希望可以再多幾個月餅半 給我去做這些信件 那所以 最後很想給我多謝大家 那如果有些朋友可能走了 希望大家錄下那些段說話 可以發給他們 多謝 多謝 這就是安苑開放 耶